不需要用电,你看,放到水里面,它就着了 太神奇了,是不是?这个呢,就是啊 从我们村里面赶大吉的时候,从吉上买的一个灯泡 非常神奇感觉,所以呢,就买了一个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像这种灯泡,为什么呢 把它放到水里面,不需要用电,它就可以点亮呢 你看,放上去就亮,然后拿起来 它就灭了,它这个 这是第一点啊,然后呢,没有水的情况下,其实它也可以点亮 就是,你看,用手把这两个点给它接触在一起 它也可以点亮,你看,是不是? 接触在一起,也可以点亮,太神奇了 所以呢,买回来一个,给大家来做个试验 看一下它到底为什么 不用电,也可以点亮这个灯泡 你看哦,现在还是亮的状态 当这边没有水的时候呢,它就会灭 哎,现在还是亮的 放到水里面,也是亮的 当把它拿出来的时候,你看,这边把水甩干,它就灭了 现在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像这种灯泡,它到底呀,是什么样的高科技 为什么不需要用电,它就能点亮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灯先给它拆开 看一下它和普通的LED灯泡有什么不一样之处 第一点呢,先从这个外观啊 它这个重量要比普通的灯泡它要重 然后拆开后呢,可以看一下,先把上面这个灯泡给它 先拿出来 先把它拆下来 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啊,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们拆开,你看 这个里面呢,非常的简单啊,就一个黑色的一个小圆件 然后呢,两个电容,这边的一个整流桥 它这个黑色的这一块呢,其实呢,就是一个内部的虚电池 这个灯可以正常点亮呢,是这个虚电池出来的电 然后把灯泡点亮了,我们来看一下,你看 当家里没有电的时候呢,只要把这两个点接入到水 或者是,然后手给它出摸起来 它会中间的四个小灯珠就亮了 如果把它拧在灯口上面的情况下 有电的情况呢,它是所有的灯珠都是点亮的 当没有电的时候呢,它只是中间的四个小灯珠点亮 这个东西呢,其实呢,说白了,就相当于啊,是一个应急灯是一样啊 跟楼道应急灯差不多 有电的时候呢,这个呢,是所有的灯,它都亮 没电的时候,它只是靠虚电池 来启动中间的四个小灯珠给它点亮 这个东西啊,其实不是什么高科技啊 买的东西也不便宜,花了我不到三十块钱 感觉非常的不划算,不值 大家呢,以后看到这种灯泡,以后就不要买了啊 只是自己玩玩还可以